台中市中区最近出现奇特的停车阁 有的整个框框比汽车阁还大一些 但是呢这是台中市政府规划了17处机慢车停放区 方便大小不一的机车来停放的 开车组一定要当心哦 如果误停的话是会被开罚的 这是你我常见的一般机车停车阁 这一大块空格也是机车停车阁 比汽车停放的空间还要更大 台中市中区从民族路一直到自由路段 最近出现17处这种超大机车阁 一般骑摩托车的人 他稍微可以再多换一两台 突然变成这样的话的话没有宣导 然后就变成说有时候开车没注意的话 它稍微大一点 你会把它当成它是汽车停车阁 传统的机车阁宽度大约一公尺 一次只能停一台机车 但市府考量到现在机车有大有小 为了增加机车停车容量 也减少民众车辆被移植的问题 因此划设机慢车停放区 收费方式是不变的 只是我们把中间的分隔线 吐销变成一整个机慢车停车区 先划设机慢车停放区 隔内有划设线头 但远远看很像汽车停车阁 就开车组误停 警方开出两张法单 违规停车可处新台币600元 以上1200元以下罚还 除了机车以外 自行车也可以停 交通局表示 未来会把车格标现染色 让驾驶更容易驱变 以免误停 伤了荷包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